大家好,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学就会的蒜蓉金针菇的做法 金箱又开胃,成本不到5块,比烧烤摊的还好吃 首先将金针菇切掉根部后,把它撕散 放入清水中,清洗一遍,再控干水分备用 再准备两头大蒜,去掉外壳 再加入一块嫩生姜,几个小米辣 一起把它们剁碎 这道菜的主要灵魂是蒜蓉 魂要稍微多备一些 锅内放入适量的食用油烧热 下入多好的蒜蓉 用中小火将它炒出蒜香味 加入一小勺食盐 适量的生抽,蚝油 最后放一小勺白糖提一下腥味 继续翻炒均匀,炒香后盛出来备用 然后准备一小把粉丝 倒入热水把它泡软 再来准备一点小孩的最爱火腿肠 切成长条 粉丝泡好后,用紧刀紧成几段 然后控干水分 放入盘子中垫底 然后新摆放入一层金蒸菇 放上火腿条 再铺上一次金蒸菇 最后放上我们备好的蒜蓉酱 蒸菇中水烧开,放上去大火蒸10分钟 哇,浓浓的蒜香味剖皮而来 蒸熟后出锅,再淋入蒸鱼此油 再撒上一把最有魅力的葱花 最后浇入热油 激发出香味 这样一道新香美味的蒜蓉金蒸菇就做好啦 上桌我家小孩大口大口的抢折吃 立马就扫关 大家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哦 by bwd6 谢谢大家